人生第一步 学会正事苦难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幸福 希望自己万事如意 一帆风顺 但如果人生只有幸福 那么这种幸福感 必没什么滋味 只有体会过苦难 才能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因此苦难带给你的 不只是苦闷和绝望 还有战胜苦难后的幸福体验 当你学会了正事困难 你就能从苦难中积累经验和教训 即使以后再遇到更大的苦难和挫折 你也不会退缩 夏季的某个深夜 突然天空开始电闪雷鸣 随后雷克多庄园冒起了滚滚雄烟 原来是雷电引发了万某林木失火 雷克多 雷克多看着被大火烧毁的庄园 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他难以承受这么大的打击 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查不撕 饭不响 就这样 过了一个多月 体弱多病的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劝慰雷克多 你还年轻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为了这些毁掉的木材伤心 而是应该学着正事这场灾难 雷克多伤心地说 母亲 这些木材本来都已经成年了 那些果树到了收获的季节 就能卖个好价钱 可是现在一切都毁了 都被毁了 我真的感到很难过 即使我们的家园被毁了 也没什么可怕 可怕的是你一直这么颓废 不敢正视苦难 这样的话 你的眼睛都失去了光滑 雷克多的母亲说道 雷克多点了点头 心想 是啊 自然灾害无法避免 我总不能一辈子都沉浸在痛苦中 这样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索性 雷克多决定出去走走 他来到了市中心最繁华的一条街道 突然雷克多看到街道拐弯处的店铺 挤满了人 原来这家店铺的木炭质量上层 每天都有很多慕名而来的顾客 看着这些油亮发黑的木炭 雷克多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笑了笑 自语道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下庄园有救了 回到庄园 雷克多就雇佣了几个烧炭工人 把大火烧毁的树木都砍了下来 然后烧成优质的木炭 派人送到市区的集市上售买 由于这些木材自带果木香甜的气息 有的是松树木炭 带有松木的香气 点起来不容易起灰 特别受到城市人的欢迎 很快 雷克多的木炭就被抢购一空 他获得了一大笔收入 接着他用这些钱 购买了许多树种和树苗 几年后 这里又是一片生机盎然 新的庄园就这样诞生了 人如果能够正确地看待苦难 在 在他面前毫不畏惧 并采取积极的抗争态度 就能够战胜苦难 敢于和命运抗争 不趋于窘迫的生活 才能争取到 你想要的生活 卡内基 24岁时 放弃了自己最挚爱的演艺生涯 当时他一个人走在曼哈顿的街头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也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 受到了 感受到的只有绝望和无助 绝望和无助 感谢观看 打赏 感谢观看